突发新闻 洛杉矶罗兰港华人区商业购物中心发生重大火灾 周二晚上 消防人员正在罗兰港Roland Heights与一场建筑火灾交火 据洛杉矶县消防局称 该火灾被列为第二级警报火灾 呼叫时间为晚上10点06分 火灾发生在商业大楼的Nogala Street和Kolima Road的交叉路口附近 现在得知被烧的是一家韩国烧烤店 华人爱去的乐活生鲜超市 也就在这旁边 订阅关注我们 给大家带来后续报道